好我们来看下雨的地点还有这个数据上的比较 这从昨天下午一个晚上开始呢 这个下雨的地方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台北线细致 大部分地区降下了200到400毫米的雨 其中呢这个基隆单日累积雨量破了历史记录 而比对气象局所发布的预报 在昨天下午4点钟发的是大雨特报 到了晚间6点改为豪雨特报 慢半拍让今天气象局立刻成为剑靶 23号傍晚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台北线和基隆像是被老天爷不断灌水 大雨来的又急又猛 道路变河流水深膝盖汽车轮胎也沦陷 23号晚间7点细致先沿大水 云与带波及到基隆地区 一个小时后整个基隆泡在水里 连地下室变水池 车子来不及撤成了泡水车 老天爷变脸比翻书还要快 气象局23号下午4点半多 只先发了大雨特报 眼看大雨下到失控 大约下午6点半后改发豪雨特报 完了一个半小时发布 似乎有点慢半拍 基隆这个降雨的状况也是在预估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从天气条件来看的话 它是有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 这种雨真的是来得比较急比较快 其实有的时候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它是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形 难以捉摸的大自然 气象局23号陆续开始发豪雨特报 晚间9点先提醒细致双溪有局部性大豪雨 24号凌晨3点再发豪雨特报 提醒基隆北海岸台北宜兰都会有局部性大雨或大豪雨 紧接着24号早上8点14分 气象局再发豪雨特报 连大平都出现超大豪雨的状况 再来看看23号临时到24号下午4点 前5名累积雨量不到24小时 北线大平降下500多毫米 基隆也有400多毫米创下历史新高 东北季风的多变性 随时出现的大豪雨 也让气象局绷紧神经 预报压力好大 中天新的刘家伟任一方台北报道